就会去碰上 如果福报不大 大概就碰不上 还有我们观察力 如果比较强一点 就容易看到别人的优点 就别人有 我们没有可以学习的地方 如果观察力差一点 那就专门看到别人不好的 然后把自己抬高 就以为自己修得很好 这个其实也就是要上进 来自你的善念 你的正确的想法 要退堕 要阻挡自己前进 也是来自你的错误的想法 我算是比较幸运的一个 可能就是 我不晓得别人怎么样 但我觉得我很幸运 就从大一开始 不是学佛 就开始修 开始修 为什么说开始修 就开始每一天要做功课 有一定的功课 那当然就碰过很多 很有成就的修行者 亲眼看到 亲身接近 我把我看到的 稍微介绍一下 当然就以险教 就以险教来讲 其实近代 比较容易碰上的 当然你们现在年龄 可能就比较少 虽然有些年龄比我大 但是因为接触的时间比我晚 所以也往往就错过了 印顺导师 道恩老和尚 慈航法师 道元老法师 主音法师 广青老和尚 灿公 慧日法师 这些还有真法法师 这些都是有一定的 不管解 就理路上 不管是行 不管是正 都有一定的层次 真正的了解佛法 真正的实修佛法 真正的体正佛法 那为什么说它是真的 你从它的表现 从它的原意行为 都可以感觉得出 它是自受用的 是绝对是 自己已经得到 那个佛法的好处 那也它受用 因为它不断地在视线 在开示 在做给你看 那这里面我归纳几个 比较重要的重点 第一个重点 当然就是 依法奉持 精进不屑 这个是一定 少不了的 然后政治政见 那政治政见 引出它的 精进不屑 引出它的 依法奉持 因为它确信 这样子做 这个道理是 无庸法宜 不用质疑 就只要照着做 就对了 所以久而久之 就显现出 依法奉持 的功德来 就显现出 法的正确 法的正确 就表现成 行为的正确 还有法的加持 你看到它 你就自然 心里面油然而生起 那份恭敬 而且引发出 不打妄想 不会有染拙的分别心 就从他们行为上 都会马上返照 回来 我们还欠缺什么 还有哪些 需要好好的下功夫 那这里面呢 基本上 他们都有一个 很特殊的气质 就是 藏在定中 你看不到它乱 你看它随时 都稳稳定定的 头脑清清楚楚 眼神明明亮亮 说起话来 那个 稳稳的 不会 不会激动 也不会 不会舍 不会这样 偷偷拉拉 也不会 一直在那边 跌持 跌持 一句话都说一句 不知道到底要说什么 这个都是 代表我们的 定力跟智慧 不够 就对你 做这种行为 没有确定 所以就会在那边 一直一直反复 包括我们说话 常常重复 有点老的现象 就 你年龄不一定小 但是你的脑筋 已经老了 就那个脑筋的灵活度 已经减慢 这个当然都要 好好去绝照到 那这个常常可能是 有你的 行为的模式 所演变出来的 那所谓行为模式 就是你 一直重复 某一个东西 然后不用心 就显现出 你的行为里面 重复性很高 但是内涵很少 这当然来自于 我们自我的绝照力 那我说他们 都有很大的定力 这个绝对不是说说 你可以看到他们 随时可以入定 一做就是不动 当然也碰到过几个 有点知名的法师 他们理论上也很好 也很努力在修 那可能是用功过度 很快会看到他打瞌睡 也有 就坐在位置上 在他们一直打瞌睡 那这个当然就是他 打坐的习惯 就静坐的时候 用心的内涵 可能有一些瑕疵 但大部分的 其实都是越做越端正 越做精神越好 然后条理分明 身心柔软 这个是一个客观的一种 显现出来的功德 像 其实显教我第一个 亲近的法师 是道安老法师 第一个亲近的 就第一个皈依的 然后才是参功 然后日会法师 这有真正皈依的 也就是说 他有把我当成 他的学生的 有把我当成他的学生 那结缘的 当然广青牢上 也有去结缘皈依 但是我说 那是结缘 因为他认识不认识我 我不知道 但是前面提的那三位 都很疼我 把我当弟子 也把我当小孩子 很疼 那这个当然都是互动来 因为我们对他的那份 没有打折扣的恭敬 就很用心 想跟他学那种态度 那这里面 我们当然知道 道安老法师 他是禅宗的 他是禅宗 日会法师 他是禅密双修 他是华言宗 他是弦守宗 那 那 畅宗呢 他是 天台宗 那他以 净土 为他的主要修持法门 所以这里面我们都可以 看得出来 每一个人 有每一个人 他的下手 用功处 道恩老法师就不谈念佛 入位法师也从来不念佛 当然参功随时在念佛 这里面没有对跟不对 而是每一个人有他的认知 有他用心 心所依 心所行 所依词的内容物 这个没有什么对不对 就八万四千法门 每一个法门都是对的 因为是佛说的 所以没有问题 但是我们学的时候 你不念佛对吗 没有对跟不对 你念佛对吗 没有对跟不对 对跟不对是你决定 不是那个法门 那法门纯然是对 我讲所有法门都对 但是你来做那个法门 对还是不对 不知道 要看你 不是法门 对不对 法门是绝对对 绝对没有问题 但是你修几种可能性 就这个法门根本就不适合你 就像一服很好的药 你吃错药 对你不受用 不仅仅不受用 会增加你的病 不是药可以治病 药可以治相应的病 不是什么药 拿来就可以吃 要是治你的病的药 才可以吃 这个一定要先理清楚 所以我们现在很容易误会 比如说有些人就误会说 古言士是密宗道场 古言士没有资格作为密宗道场 没有 然后我 其实我的修法 也没有所谓的密宗险教 我的认知里面 所以为什么说险教密宗 其实很明显 险教就是 讲得明明白白 清清楚楚的法 把法说得清清楚楚 叫做险教 密法呢 就是法讲得很深入 很恶药 很对积 叫做密法 如果这样子的话 那你说我是险教还是密法 应该是两个都有 但是两个都不及格 这是我很诚恳讲 不是治贬身教 或者治台身教都不是 因为你就知道 你真正的进去 你就晓得 哇 这个教还这么广博 你怎么可能把所有东西 弄得清清楚楚 即使你把三藏十二部 看个十遍 你对佛所说的教理 都没有资格说 清清楚楚 即使你全部背起来 都不是清清楚楚 因为佛法不是那些文字 而是这些文字里面 所要诠释的意理 所要诠释的内涵 你表面懂 就好像我们看一个房子 外面绕三圈 这个房子长得什么样子 我知道 那房子真正的意义是什么 是它的内涵 它的内装 它的摆设 你在外面再怎么绕 没有用 你还是要入的门来 一定要进门来 才能够欣赏宫殿之美 这房子里面有多么庄严 多么实用 通风多好 光线多好 房子不是建好看的而已 那一样 佛法也是一样 一模一样 那些文字是外表 它真正的内涵 是文字所说的 所以我们才讲说 依义不依文 文字我们都懂 当然你懂道理了 没有 好 那么谁跟你说这个法 你要依法不依人 这个帮你说法 介绍你这一本经典的 它是工具 它是桥梁 那你当然不能过河拆桥 要留给别人用 这桥你不用再过了 但是你不要过了 把桥也拆掉 完全没有意义 就好像说 过河以后 不把船抬上去 但是船还是要放在那边 为什么 有人要从那边过来 有人要从这边过去 有那个工具 是好的 只是要你不抬上去 就你懂了法 不要一天到晚抓着法不放 是这个意思 不是要把法毁掉 完全没有那个意思 那我们常常 极端的人 解释东西都会过度 出家人 不结婚 那有些人就说 如果大家都像出家人 不结婚 那这个世界怎么办 那这个都是极端的说法 根本就不可能 不可能发生了事 所以有时候 那极端的说法 听起来好像有点道理 但一点道理都没有 因为那是不可能的事 你说它 根本就了无意义 那一样 我们学法也是一样 当然三藏十二部 步步精彩 处处都有玄机 但是你不可能 什么都懂 因为你也不需要 什么都懂 你只要懂你该懂的 好好懂它 好好用它 那有所体正 好好弘扬它 就够了 所以我们不要 心不要太大 也不要太狭隘 那个 三藏十二部那么多 你抓着一部经 两部经 三部经 就以为你 这三部经 涵盖了所有的 佛所说的内容 太 太幼稚 因为佛说 每一部经 都有它的对击重 你拿三个 就对三种 最多三种击 跟这个相应的对象 所以不能得少为主 但是也不需要 什么都 因为 如果你什么都想懂 等你还没有懂完 已经 再见 已经再见 所以不需要 即解 即行 那解 当然要从文字 去知道它的道理 依着道理去修持 文 解 行 正 一定是 一定是这个样子 那么 你在接触的时候 我觉得 这一部经典 或者说 这个法门 我听懂了 我觉得它很有道理 我可以依着奉持 那么 你就可以 就专修这个法门 那你 透过修 你才能 再印证 再真懂 这个道理 跟理跟事 是什么样子 融为一体 如果只有理 没有事 那也是这个理 抽象的 没有意义 如果只有事 这个事不如理 这个事 是忘事 就没有 没有用的 表现 表现这些 了无意义 所以 这两个 一定要 理事 由理来引导事 由事来兼顾理 来印证理 那理事无碍 就是 体证 就真正的证 那这时候 别人 要跟你说 你根本就 不为所动 不是不听 不为所动 像禅宗的 那个 这些主师一样 你说 狗 我问你 你说狗 没有佛性 另外一个 问你 你说狗 有佛性 那到底 有佛性 还是没佛性 对我来讲 师父说 狗没有佛性 我就照着做 另外那个说 狗有佛性 他也照着做 然后中间这个 试者 听者 到底还是有 还是没有 一问 师父说 说有佛性 也可以 说没佛性 也可以 没有矛盾 没有矛盾 所有东西 都是这个样子 你要说 用无 就用空 来接你 那就 修这个法门 要用有 来接你 就用有的法门 那我们还不知道 怎么样 就两边 都 去了解 两边 都去做看看 会有你自己的法门 所以 所有东西 都要 深解 深入的 去了解 然后实修 自然就能 清正 到清正 这时候就完全懂 完全受用 所以 刚刚 我说这些人 其中一个 我们这样讲 小圣 有小圣的定 大圣 有大圣的定 大圣的定 是行住 坐卧 接在定中 才叫大圣的定 而小圣的定 那一定是心 一静性 才是定 就这时候 我心里面 保持在一个境界里面 就是这种定 所以我看过的 入定 就在过程里面 入定 我们敦诸法王 一定 两个多钟的时候 一动也不动 他是 逆教的法王 而他那个知识 是拿着宝瓶 在观想 就这样入定 他知识就这个样子 然后另外 看到一个南传的 拿兰沙拉 是 斯利兰卡的国师 是一个大学者 就世界梵文的 古梵文的专家 他在我们大杯店 共修的时候 我陪他到门口 他说他在门口就好 他不进去 因为里面 人家在法会 就他坐在那边 人家法会都完了 他流着鼻涕 坐在那边 一动也不动 鼻涕 因为是冬天 流着鼻涕 一动也不动 大家走过去 他连动都不动 就那种定 小圣的定 是不会被认得境界转 他就在定中 那阿圣的定 是含着内容的定 比如说 以密教来讲 那当然就是 在观想中 进入那个观想的坛城 是那种定 小圣的定是 心一净性 外面通通动动不了他 所以不太一样 所以我们不能说谁对 谁不对 每一个人修他相应的法 就对 他受用 所以很明显的 比如说 如果念佛 那念佛 进什么定 很多人念佛 都念到 他没有声音的 但这个念佛的本身 佛号不断 佛声不断 寥寥分明 进入念佛三昧 这个也是一种定 所以不是什么叫做定 这时候你在某一个境界里面 完全不乱 不散乱 不昏沉 寥寥分明 这时候就是定 不动 又寥寥分明 不动 就是定 寥寥分明是观 所以大圣比较偏向于 止观双运 不是只是不动 要寥寥分明 所以 看你修什么法门 都可以 入定 都可以入定 但是很明显 入定是什么 入定 绝对没有分别心 有本具智 本来具足的智慧 没有分别心 也就是所谓的 无分别智 那时候安住在里面 就是定 所以不管你修什么法门 都可以达到定 那达到定以后 自然会 才是真正的 会的显现 才会有真正的会 没有真正入定的人 他只有知识 只有想法 没有智慧 而往往这种知识 是执着的知识 叫法治 想法 想法是颠倒 妄想 所以没有 没有慢慢 去尝试 定的人 那其实 都没有把握 他自己没有把握 只是还是在 熏悉 还是在训练中 随便一个境界 就帮你搞乱了 但是我们也要接受 我们现在身心 只是这个样子 也不要气馁 也不要埋怨 别人干扰了你 我要承认说 我现在境界还不够高 所以你只要有一点点动静 我就会被影响 其实你起的是一种 惭愧的心 忏悔的心 而不是指责人家 你为什么要在动来动去 你为什么要在旁边念佛 你为什么 那个完全没有道理 人家在精进在用功 但是话又说回来 你自己在修行的时候 你若不断地提高 你的绝照力 自我要求 旁边有人 那修行是我的事 能不能因为我修行 去干扰别人 不行 除非是什么 旁边跟我一样 都是修相同法门的 那我们就一起来吧 念阿弥陀佛 就念阿弥陀佛 快就快 慢就慢 OK 那完全没有问题 因为大家是一 集体的一 一点都不乱 但是如果人家已经指尽了 过程里面 这时候已经指尽了 然后你还在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念得很大声 那对吗 那很明显就不如法 因为这时候已经指尽了 你再喜欢念 都要末 都要没有生的念 绝对不能念出声音 所以这个就医法 不是要你不念佛 要你不出声念佛 那很明显念佛 一定要出声吗 那请问你死的时候 还有没有声音 不要说死 你病就没有声音了 那那时候能不能念佛 当然还是可以念佛 怎么不能念佛 所以念佛一定要出声音吗 没有那一回事 没有那一回事 所以很多东西 我们如果道理懂 你就想 随时都可以做对它 但是如果不懂道理 坚持道理 常常就 你以为对 其实对别人来说 你通通错的 你通通错 所以这个是一个 基本的觉观 基本的自我要求 我们要尊重自己 更要尊重别人 这样就会相安无事 如果不尊重自己 你不会有任何成就 因为你看不起自己 你不在乎自己 不会有任何成就 所以要重视自己 但是不是抬高自己 要尊重别人 不能去压抑别人 欺负别人 那这样的话当然就是 你又对 对周遭也都对 那就是一个 大家是一个对的互动 这样才好 接散 一切都是好的 如果其中有一个不好 那也只有一个不好 但是我们都有错用心 一个不好 然后你跟着对他有所批评 被他影响 那就变成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就不好的越来越多 让那个不好的 自己去不好就好 你不要跟着不好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然后他如果发现 别人都好好的 我为什么不好 他自己就会去改变 就这个样子 每个人改变要靠自己的 别人都只是助力 帮忙的 但是根本要改变 要他自己知道 怎么做才对 就是说他当然慢慢就变好 所以我想我们 我们自己也是从不好 慢慢变好 所以一定要容许别人 从不好慢慢变好 这个就是同体 同体 因为我们都性质都差不多 你也不是一开始就像 像我拿我自己 以前是很拽的 我们同学都叫我躺姑 就一副很拽的样子 我同学现在 现在碰到我还是 都已经五十年过去了 他现在碰到我还是叫我阿汤 因为那时候他们就这样叫我 躺姑在我们那时候的鼠里里面 现在你们可能没有听过 你这人很躺姑 就说你真的很傲 然后路见不平 拔刀相助 读大学了 都还跟人家打架 打架不是怎么样 就有人欺负同学 我们就把他叫出来修理他 就这个样子 但是学佛了以后 好像整个人生 整个观念都变了 整个都变了 我爸爸也这么说 以前好像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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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学佛了以后 都一点慢慢摔跃起来 胸不起来 因为知道 那个没有意义 那个不能解决什么问题 就把那一套就给丢了 什么都用比较柔软的角度来看 不急 不要急 不要对立 不要看不顺眼 就用瞪的 甚至是讲话 那个都完全没有意义 所以 我们一定要懂道理 然后慢慢变成是 然后变成正 理事 所以法恩经里面 就 理无碍 事无碍 理事无碍 事事无碍 就是 这样子的 次第 首先要理无碍 不是事无碍 理无碍就是 你理解上 你的道理都懂了 才能够做事的时候 没有障碍 那理事无碍 是第三个阶段 又能说理 又能表现 但是那还是一 到最后 事事无碍 那是最高境界 不是 不是理事无碍 最高境界 是事事无碍 才是最高境界 完全不对立 完全同一个法界 可以呈现 各种精彩 不一样的现象 可以容纳 所有不同的知见 不同的行为 那时候才是 才是真正的棒 如果只能 你的理 你的事相应 那理不够宽广 那事就表现不出 那个完全没有障碍的状况 所以我们要 就这些主事大德 很精彩的东西 我们都看到 哇 很棒 很容易掌握 因为他已经先帮我们消化过 那一样的 比如说我们看清静道理 那就绝音论师 斯利兰卡 有一个大师 斯利兰卡 其实佛教很早 甚至在经典里面 都影像我们说 能切经 能切经的说法的地点 就在斯利兰卡 所以佛在的时候 就已经有佛的足迹 后来阿裕王 是一个影响最大的一个国王 他的儿子都到那边去 在那边常住 在那边带领修行 所以斯利兰卡到现在为止 以原始佛教来讲 上周部的佛教来讲 还是以斯利兰卡为最有代表性 最纯正 其他人 比如说缅甸 泰国 因为他们到底 他们不是印度人 他们语言 文字 都不一样 斯利兰卡 就是相同 所以真的要学原始佛教 斯利兰卡还是最优先的选择 那我讲那个南安撒 那个国师 就是斯利兰卡 那个随时可以入定 他们真的是随时可以入定 不要不要几分钟 马上就有身心 因为他们心 一色心 我们说四念住 不管他是 他坐在那边 我们当然不晓得 他修什么法 但是他那个身心已经 掌握得很显熟 所以随时要进入什么境界 马上就进入 那我们当然都也曾经 曾经学习过 但是因为学术不精 学艺不精 所以进去的路也不清楚 出来的路也不清楚 那他们是专家 所以随时可以入定 那个没有什么 很自然 因为他们随时都在练习 所以我们如果想 真的有点受用 那当然就要好好的 诸而莫作 不该做的行为不要做 那该做的 当然就有一个修行人来讲 该做的就随时 依法奉持 把你的法门修得很显熟 念知在知 异佛念佛 现前当来 现在也可以看到 以后也可以看到 现在一心 现在见 未来一心 未来见 当你能所相应的时候 这时候就验证了 这不是来事 不是走了以后 到西方极乐世界去 当然你这边 如果资粮够 到时候去 是没有问题 但是事实上 你若在生的时候 都没有一定的体验 不管钱 不管生 那一点体验都没有 其实你到最后 你心也不打定 我们都信念行 这时候 信不坚固 怨不强烈 行不稳定 三个条件都不具足 怎么去 所以还是要赶快 现在还有生命 还能够用你的心 用你的嘴巴 赶快下功夫 少用一点点 错误的心 不要一天到晚 往外看 往里面看 往心中的佛看 尽量的 在这个地方下功夫 慢慢你那不必要的 无理的反应 当然慢慢就消失掉 其实那反应 都是我们的心跟业力 所激发出来的 你说小子 那个没有意义 那个完全错的 诸恶莫作 慢慢就消失掉了 绝对 不是病 病是无常的 你有病没错 但是病是无常的 除非你随时保护着你的病 就希望你的病永远不要好 那当然病就不会好 那他变成不会好 那个常 是你用你的无理无名 去拥护他 去支持他 让他一直错 一直有病 所以一定要 懂这些道理 然后去实行 去检验 这样我们慢慢慢慢 我们就会从苦难 从错误 从穷病 里面出离 变成一个 自给自足 无缺 无憾 的一个生命状态 这样 这一生 才会是充盈的 才会是饱满的 才会是有意义的 积 阿 ア א 孟 毛